作為一個搞藝術的人 假如沒有一個好的人品、人格 你做出來的藝術 我相信是有問題的 我記得小的時候很喜歡 中國有一種聯簧圖 聯簧圖裡面都是這些 一些偽人、忠誠烈子 無形中你看了這個聯簧圖 你接受了一個人生的價值觀 從裡面一些畫引起你的興趣 所以對美術有興趣 我是從聯簧圖來的 1968年到南洋美妝之後 就開始對這個藝術 特別是中國畫很有興趣 當時的中國畫老師是 詩香陀老師跟陳中瑞老師 這兩位老師對我的 這個影響很大 因為他們 特別是詩香陀老師 他這個不但是 傳授一些中國畫的一些技術 一些中國畫方面的一些東西給你 他也在做人方面 各方面都給我很大的影響跟幫助 在我們這個藝術生涯裡面 其實時時刻刻 我們這個腦筋都沒有停的 比如說普通的人 他們做一份工作 就在辦公室把這個事情做完了 回家可能就不用想這個事情 我們看起來好像每天都是很自由 但是我們的頭腦是沒有停的 就是說時常在解決一些問題 比如說繪畫上的一些技術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內行的問題 一直在思考 花了幾十年或者幾年或者幾十年 建立你的一些風格 或者所謂你個人的一些東西 那麼當你建立起來了之後 你要它就有時候會僵化在那邊 僵化在那邊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去打破它 然後重新建立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是最難的 我前幾年心臟突然有問題 那麼做了一個支架手術 這個事情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有一度好像突然對生化或者是對藝術 有一些抑制狼傷的感覺 我不甘心 我開始的時候我所有的藝術我都不做了 我不畫畫、不寫字、不刻印 但是過了一段時候 我從這個專科開始 從慢慢地把它 把我對藝術的信心 對人生的信心 重新建立起來 我的畫也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階段 我又有所感悟 也改變了 有些人看到我現在的畫 都說好像不是我畫的 因為我過去的畫是比較傳統 現在也有一些改變 好,對 好,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好,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